臺灣水戶 我先介紹 我們今天三位鼓獎人 第一位就是黃鴻鼓鼓的共同心 第二位就在 第三位就是 是立正的常骨理事 那也是另外一位戰將 當淘汰會檢出 就主局長 主臺院局長在滾中縣滾堡區 這個新的一個任務 其實在黃鴻鼓 也就是說政府三位也是 可以做我們很多事 我們常常說我們在那邊講 在那邊架 在那邊架去 錢架去把事情都做出來 這是四個汽車 因為我自己以前 在黃鴻鼓 政府單位也做過 一二十年 那我們現在回到今天的主題 可能就是台湖的主題 這個題目現在是正他 正他 其實最近最重要 我們就說人不能幾分鐘不呼吸 所以說空氣2.5 第二2.5一直是最近最熱門的 大家也非常關切 有關於環保署 還有很多的環保環境 包括總部 但是另外一個水的理想 現在在台灣也是非常老年過分 這個水其實在台灣 我們一直認為 我們是一個島國 一个降雨 平常那么多的国家 一连降雨量2500多元 那到处都有河川 有山林 有礼堂 有水库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 像几个地区 尤其是私人水库的这一个公泉区 那包括南部 这里面有五千水 有时候很多公事群 从水的农业降水 到最后水的食用跟分配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系统 但是很大的系统 只要一出的问题都很严重 那相对的也发了很多 在水的治理 我们一方面是要用水 但一方面水都会变得红水 那台湾的山林的特性 变特殊 所以我想今天 第一个读讲者就请 好像不同的科文师 在水艺术他们有非常多的资料 政策 那我想 最后我想 最后有个不错的交流 我又不再讲 又时间交给同虎做的学校 是 是 是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们 那我们工夫也有机会跟大家做个交流 那当然最近 整个水型分地也比较是更急 好 可能我们台北 十年前大家都有记忆 我们那时候 在1911年的时候 1911年的时候 那时候台北市有 就是 准选的这种动化 不过今年是还好 不过还是 桃年的部分还是 有一些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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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一些 冥际供水的一些 节省所持 那当然 也 各界也针对整个 台湾的水质源的现况 还有未来我们大概 政府上的究竟要怎么走 那当然 很重要的就是 我民间团理 我们海州的这些 朋友们 也提供非常多的一些建议 我想 这一次 我主要是 把这个目前最新的一个 政策的走向 来跟大家做考考 那因为 在这一次的前一两个月 在政府部门 大家都在为了政策 这部分也做过非常多的一些 检讨 那事实上 整个的方向 已经有所 跟从前不一样了 想法上面也有一些 修正 那当然 这个都是 参考各界的一些想法 那在政策上面 我们就做一个安排 那今天 我们主要的 大康 那当然 最近 大家会比较关心的一个 水质 和象状 那另外就是 刚刚 我们所提的 就相关的 相关的 这个 目前的台湾的 什么的环境之下 另外一个 气候变迁的部分 可能也是大家关心的 那当然 最后我们政策 这个未来 十年 二十年的走向 大概 我们的规划十年 也趁这个时间 跟大家做个报告 那 这个是我们目前 应该讲说 今天 这个最新的资料 大概就是昨天 相关的资料 那 呃 事实上 从去年的 差不多十月开始 整个台湾的降雨就不是非常的 好 哈 这照气候局的资料 大概是 这个 六十七年来 在西部它建战的平均力量来讲 是六十七年来最少的 从十月份到到目前 所以说 整个大环境上面 事实上降雨是 最少的 那 另外 当然 前一阵子 这个 三月份 四月份 陆续去 有一些降雨 哈 但是 都不是非常多 大家都知道 村里的特色就是 慢慢下 但是它不会 一样 一下子 下坡 所以 整个汉象 目前 还是存在 那 它主要降雨的部分 还是北区 还有中区委屋的主要 那 南区 高雄 平东区的部分 如老师那边 就下的比较傻 因为这个是特性 这个全台湾的 这个丰富又是小部一样 那 我们统计的资料 我们从这边比较可以看起来 我们从北部的十五水部 中部的永和山 鲤鱼潭 一直到台南的南卦 大概这个一月到目前为止 整个的平均降雨要只有 三 四层到五层之间 那 整个降雨就是 不是非常好 那 主要大家都知道 台风还是我们主要 台湾的主要的降雨 那从去年大概只有两个台风 而且都没有真正降在台湾 所以整个目前的压力就蛮大的 那降下来之后 当然我们主要希望它降到我们的基水区 那从这整个我们的统计资料来看 目前整个从北到南 也计计我们特别关注这几个 反黄的这几个水库 石门水库 那它整个续决率只有24% 那当然这一波的降雨有一些 有一些进涨 但是它还是继续的往下降 所以这个持续都还要注意 那另外最近最新的发展是整个高雄 那高雄整个主要的水源高平宴 它属于河川区的部分 它整个这个流量只有8.1 每秒8.1噸 这已经降到历史最低了 有些时候我们有见这个 檀和宴之后的历史最低 那跟十年平均差起来 大概差了20 22 只有历年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不到 所以目前整个高雄是比较紧张的 那今天下午召开这个应变会议 那大家在新闻上大概也看到 主要高雄的地区 我们大概5月4号 就会进行这个三接的 供无停额的限制措施 我们希望把这个水量 因为8.1个CMS 是没有办法供应高雄的这个 所以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 把水放在相关的阿公店 还有这个跟那个陈津湖 相关水库里面去存 所以说另外就是南化水库 这个是台南的 那南部的地区 我们都会认为它的 风水期跟湖水期的比 是差不多1比9 或1比9 或1.5到8.5左右 所以它 风水期大概就是我们台风 5月份到10月左右 呼水期11月到4月到5月之间 那它风水期这个6、5、6个月 它要下9成的水量 那呼水期只有下1成 那整个降雨要等到美雨 而且南部是要到美雨才会进来 所以目前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最新的大概就是高雄 5月4号进入到山西县水 跟我们平乐 我解释一下 8.1噸每每8.1噸一天大概不到70万噸 那高雄要在这个地方每天要取110万噸 110万噸 他现在整个油量只有70万噸 大概是水不够 不过等一下我们的脚会有答案 对 对 这个后面我也有答案 这个都是如老师有很多的 是大家等一下等一下讲 这个浮流水的这个 相关的 我们现在也是 在高比业有做一些 准备要做一些浮流水的群水 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变成说 整个高层地区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开始 这个部分也是目前需要关注的 所以大概从这个水旗的灯号都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是红 橙 黄 绿 蓝 蓝是正常的 红的就是最糟糕的 也就是要变成要进入山西县水的部分 所以目前整个是板兴跟桃园 还有一部分辛苦的部分是红灯 也就是山西县水 那5月4号开始 高雄这个部分也会进行到山西县水 那其他的部分 这个橙色的部分 这个就是二届县水 这个就是大雁水部的县水 那这个部分就是 针对每天超过一千度以上的 这个袋子会比较有影响 那另外这个黄灯的部分就是 夜间减压 大概是中部县市 南头是绿灯有点稍弃 目前整个态势就是 未来可能是南北 这个需要特别来处理 目前财型的措施大家可以参考 主要就是 最要重点就是 整个十分水部的工程区 目前比较糟糕就是要公五平二 那这个还是持续观察 那高雄的部分 5月4号 这些减压 都可以相用的措施 好 这个刚刚大概就跟大家 包括过来 大概的重点就是 十分水部 还有高雄地区 另外就台南的南澳水部 台南地区都要持续 后面有一些措施 我们还是要看整个美影 目前可能五月上旬 依照这个气象局的资料 大概要五月中旬以上以后 会比较有机会美影进来 那后续的降雨 就会来做后续的游泳水 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主要是 跟大家报告说 事实上从去年 大概9月10月开始 就已经不是非常好 那陆陆区各标的 就采取相关的 必要的一些游泳水 当然 农业用水在初期的部分 在一期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也做一些 休耕的一些 这个节用水的状况 但是 后面来的部分 就是变成要农业用水 就是我们工业用水 和民生用水 后续就是 主要是采取相关的 建筑措施 大概是一个进程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报告说 我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环境 刚刚 主持人特别提到 我们大概 每年的降雨量 大概是980亿 就2500%的平均 大概是这个水量 但是 下来之后呢 我们的蒸巴 还有陆海的部分 大概80 真正能用的部分 大概是20% 那 在河道取水 就是 就在河里面 直接取的大概是 015 地表水的部分 也就是河道的水 大概15% 地下水的部分 大概是15% 那 既然 再往下 我们再分类 那 地下水 它整个 整个 整体 20%里面 大概是 大概32% 左右的水量 那 另外一部分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水库 大概存了22% 那 其他就是 天然的在河道取水 就像 吉吉安娥烟 这一遍 就像 榮烟 直接取水的部分 大概是46% 还有直接 用渠道 像 永远水利会 它很多就是直接在 河道里面去抄的 就大概是这样 所以 目前可以用的 总共用水大概 177亿 以目前这个时间比 那 177亿 里面大概 我们大概分类 大概我们主要的 标的用水 就是生活用水 就是我们一般民生的 我们家里用的 另外就是 工业用水跟农用水 那生活用水大概 34亿 大概占19% 那 工业用水大概 16亿 大概19% 那主要还 农用水最大的 标的 还是农用水大概 70%左右 这让大家有个概念 知道 目前整个 水的应用上面 大概有个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目前整个 这个 丰富的水量不是非常平均 而且高度依赖 这个台风降 我们从这个统地资料 大概可以看出来 我们从 东北部 北部 中部 南部 北部跟东北部 大概就可以初步来看 主要是枯水期的部分 大概是 像东北角 因为它整个 冬里会比较好 大概 35% 比到65% 凤水期 大概 那 北部 石门水部的部分 大概25% 26% 跟73% 74% 大概有比例 那中部的部分 大概就是 就有变化了 大概只有 大概20%左右 28%的这个比 那到南部的话 那差更多 大概就 12% 13% 比到这个 大概 88% 89% 如果更往南有可能 到1比9 所以这整个 整个 整个 因为地区 虽然台湾只有 短短的三四百公里 但是南北 这整个 领量的分布 跟降雨的特性 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 所以整个的 水域运用上面 就非常 要有很多的一个 取舍 还有一个变化 要依照不同的这个 降雨的特性 去做相关的规划 那另外就是 我们台风的降雨量 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大概都占了百分之十 不管南到北 这个特性就是 所以说 台风时节 7月到10月 如果台风 像去年一样 少了 而且都没进来 这个会造成 就会造成 我们的水量 就会比较紧张 那另外就是 我们立地条件 就是 这个 河道 很短又很陡 所以整个的 呃 降雨 尤其在台风的时候 百分之五十二水 下来之后 如果没有存到水部 就快就离掉了 那当然它中间会 補助地下水 跟这个相关的 呃 都会受到影响 只能雨季样 都会 会受到影响 所以 这整个 变成说 整个 呃 雨下来之后 要留在这个 土地上面 这就 就需要一些 相关的一些措施出来 那另外 那另外当然 人口比较多 而且都在都市里 也就是说 我们的水量的 运用会比较集中化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 呃 像你 湘北 桃园可能就是 石门水部跟 黑街水部主要的 衣生工业 都是这边来来做 那新竹 岛山寶二 台中 六里台 台南 南华真文 高雄 就必须要 南河宴还有相关的 小水部会一起来做 所以 主要的这个 这个 集中度 太集中化 也就造成相关的 设施也集中化 包括进水场啊 包括相关的 过去的一些处理 就变成 会在调度上面 会比较困难 难度会增加 当然 呃 会员 有一些高的 耗水的产业 进入高的 缺水地区 就像张化 像张化 比较缺水的地方 那一些工业区 又设在那边 虽然土地比较便宜 但是 水的这个 成本不高了 那另外就是 我们整个 台湾的 解水的部分 还是有 五六空间啊 这个从民生用水来看 那 我们大概平均地区 平均美人大概 两百六十八 那 我们从这个 台北来讲 我们大概 台北市来讲 大概是 全世界大概 第二个 所以说 目前整个的 我们希望把这个 平均每天的 这些用水量 希望到 降下来 至少降到 540左右 让这个水量 能够 结下来 那这个包括 用水的习惯 还有一些法规的先例 后续 后面会跟大家报告 也就是强制解水的 相关的设施部分 可能现在也要入法 那另外大家会 最近 这个气候变迁 也是大家 关心的 从这个历年来的 整个降与 丰丰丰年的分布比例 一个趋势可以看来 它整个丰丰的差距非常大 也就是 丰的时候非常苦 丰 丰的时候非常苦 而且有个特性 大概八到十年 就有个大 大的这个 周期性的 这个旱灾 也就是说 我们91 92 93 那差不多十年 那现在就 今年就碰到了 那今年整个的 呃 去年 去年2014年 我们统计整个 平均降与大概 台湾大概 1600mg 所以大概 整个 降下来的 只有平均值的 大概百分之 大概百分之六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 所以整个 气候变迁的状况 是非常的 越来越明显 所以相关的措施 可能 我们要把这个 气候变迁的 因素也要考虑在内 那 那 政府 未来准备怎么做呢 大概 目前我们有几个 呃 呃 呃 想法 那我们希望 做一个呢 就是说 呃 当然 呃 外界也非常经常在 政府好像只是做工程 当然工程是 呃 呃 历史上 我们也都是在做工程 这个我们不否认 那是整个的气候变迁 然后整个的 呃 吊度 然后整个用水的部分 那另外很重要 就是我们整个水源设施 开发不是非常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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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的状况之下 我想 这个部分 我们未来的想法 应该做一些改变 那 我们从这个相关资料回来 那目前现况的部分呢 民生的部分 我们每天大概268 那另外大家最近讨论很多的 肉水浴 自来水的肉水大概平均大概18 那农业的部分大概 占70%左右 1271分 那灌溉损失的部分大概是30%以上 那另外工业区的部分 我们也不否认 目前工业区的这个回收率 虽然经过这几年的奴隶 但是还没有到70 那科学圆区比较高一点 也不过大概85% 那所以为了来我们的目标 我们希望民生 节用水的部分能够到240公升 那另外管线肉水也可以降到12% 那希望节水4亿倍 那农业用水的部分 我们希望节约到120亿倍以下 那一般工业区的回收率 我们希望达到80% 把这相关的回收的比例能够把它增加 那经过相关的 那经过相关的 未来我们希望 从量的部分 来做相关调节之后 我们希望把总用水量 把它调降到167分 那各标的部分 当然 刚刚有跟大家报告 农用水不算希望把它调到120亿倍 当然包括相关的冠怪的设施的改善 包括后续的一些工水的 节用水的调节 农用水也是可以来做后续的一些调节 希望来减7亿倍 那生活用水的部分 我们希望降到31吨里面 那降下来这些水量 我们希望把它当作一个备用 也就是气候变性这个因素进来 那工夫差很多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水量 都是一个平均的态度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数量 把它当作一个备用 那整个降下来之后 我们做到比较不汗的状况之下 还能过得了相关的 这个汗向的影响 那另外工业用水 对大家拍很多 那目前的政策的希望 未来工业用水不要再做相关的成长 那当然大家也会质疑说 那你现在工业区 相关未来的这个水量要从哪里来呢 目前大概 目前的规划 我们对工业跟这个民建署 针对这个民生污水 还有工业的污水回收 再利用的我们希望 再生的处理能够有3亿分的量出来 增加的量 就是用生活污水去把它做一个比较 也就是工业水不再做增加 大概是目前的规划 量的方面来跟大家说 那当然你策略部分 就可能要 地底条件不一样 会做不同的处理 从这个气候的条件 水源的条件 别的困难 中的都会不一样 那另外开发的方式 包括所有水的开发 地下水怎么调节应用 传统水资源 那你的开发 那有些原则 所以说整个传统水源的地面地下水 要怎么如何使用 在开源部分 新型水源部分 包括再生水 还有海滩水 不然也要怎么规划 那节流部分 当然包括相关节应用水 还有自在水减漏的部分 从源头这个部分 就可以来减低它的漏水率 也可以让这个节流 拿到它下水 那整个更细部的部分 我们采取以下几个方式 那第一个就是水部的活化 也就是目前我们水部 要再开发 没什么容易 也需要非常多的沟通 要让大家能够了解 所以说水部本身的更新 就非常重要了 目前大家 身份整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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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老师也 还有长茂先生 都领报非常多 用很多的指教 目前整个都在做 那另外就是水部的 机油水部的加高 那在这个 机油的这个停过上面 来做一个四方的一个 安全预律支架 做一个加高 让它整个蓄水量 可以取代掉 这个预济人部分的水量 那另外 新建的水部的部分 像目前的湖山水部 我们大概今年就可以 来开始蓄水运转 另外就是 鸟嘴潭能工国 是最近才核定的 那这个部分 目前的这两个水部 都是大概是因应地层下限 大概是 一个是云林的主要的供水 还有一个是桑化的供水 所以这个都是比较 用地标水 来做交换的相关水部 那另外就是 当然 未来整个传统水源的部分 要开发 就是 这个水部开发 我想这个 目前的难度非常高 所以我想 我们后续 还是要 稀奇的来做相关沟通 那像我们鸟嘴潭 我们事实上从开始 规划一直到做 到今年为止 大概其中 经历大概二十几年 二十五年 包括非常多的 生态保护的一些检讨 还有文化保存的部分 那过去还是会 积极来 跟大家做沟通 那当然还是要 凝聚共识 我想 传统水源的部分 是一个选项 但是要不要做 是大家可以来做讨论 我想 这个部分 目前不是说一定要 但是是要 经过一些讨论 一些共识 那另外就是 水部淤积的部分 大家都很清楚 目前整个淤积的 色域容量大概是 二十亿左右 那整个原来共度 大概是二十八点多 那目前大概 大概三分之一 是淤积的 那目前大概 年度的金量 大概是 六百七十万 平均每年 那来三样大概是 两千多万 所以整个不平衡 那目前 现在是积极来做 相关的七一 但是 人工七一 当然还是有它的极限 就像摩拉克台风 那整个一下来 这么难化的预期 就 一点一亿 所以整个十六年的 七一量 就一次就没有了 所以后续的部分 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那当然 那我们的资源当然是希望投在 比较有效率的这个部分 我们从这个风险度评估来做过相关的评估 那这个部分就是淤积的严重度 那另外 它这个水域针对这个供水它的意外度会到什么状况 今天我们分析起来之后 大概 所以说十门、真门、南化、乌山头、宏丹 这个是目前整个风险最大的部分 那相关政府的投入 各位也是目前正在投入最多的 包括十门整理计划 十门、南化、乌山头的相关整理计划 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后续的一个水利排沙的相关的规划 所以整个目前 目前针对水利排沙还有相关继续治理相关目前的资源投入 都是还是依照这个风险评估的结果 我们现在也在做 那并不是其他的水库就不做了 后续这些水库的整个保育实施计划 目前还是都是在做 也持续来做相关的保育处理 只是在相关的工程 还有这个必要的一些水利排沙设施部分 支援投入部分是相提之下 是以这几个水库为主要的一个获取 那当然不可为人整个水库 我们是在 就水利署来讲 我们是比中下游的地方 所以整个整治是必须要从上游的减阴高发 整个保育进水库去保育 还有相关的森林的保育 这边就要开始来做 那中游部分进到水库去 我们目前就在刻画相关的分红排沙 还有一个入蛙 这个部分我们水利署还有水库管理署 都会来做 那另外附居的排泥 水库排沙 相关的森林路啊 这个都是来做 那另外就是下游回归河道的部分 那也会 所以就要从上游中游下游都一起来做 所以整个要一起来做 那才有较好的一个永续的一个坎南方 那另外就是说 可能水源的部分 大家从北部到南部 大家就可以了解到 事实上水源的调度非常重要 就像阪金鸡蛙 从北翠调到石门 那石门事实上它也有跟新竹这边联通 新竹苗栗 还有我们中部的部分 台中跟苗栗的部分 那南区的部分 南化水库跟高平南部院有联通 这边都是有作业联通的 所以未来这个联通 整个区域的调度是非常重要 因为台湾不大 但是这个调度 可以改善整个水资源的分布 让它整个能够做互相识 那另外不同标的的调度 包括农用水 提升工业相互调度资源 这也是需要的 那另外一个是地表地下联合应用 那当然它有相关的限制条件 包括如果补助的部分 它要有点时间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来做相关的补助 那你要做哪些的一些设施 那当然相关的开发利用 它会遇遇置疑 要整个地表 纯粹地下 或是地表地下联合应用 这个部分就是必须要 一地条件不同 我们要做不同的规划 来做后续的一个处理 那另外就是浮流水 目前现在是我们一个蛮重要的 应该怎么会有特别的 那 banco 现在大概等一下会有特别的介绍 那这实在上 高品链的浮流水 blico style Kinder 也是引领eding 也是给我们非常多的指导 目前第一個的磨廠 事實上它雖然這樣的磨廠 但事實上它也一天大概取一萬多 一萬多左右 它也是一個可以 未來應該講它比較算是一個跳躍式的磨廠 但是實際上面我們也可以做相關的實驗 會跟這個實際運用上面比較趨近 所以說目前整個高皮浮游水部分 未來我們會留著非常重要的重點 另外當然我們事實上這個磨冬業的浮游水 也就是台灣並不是說沒有做相關浮游水的使用 事實上在這個90幾年磨冬業那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做浮游水的使用 只是說沒有這個廣泛性大量去做這個思考而已 另外新鮮水源的部分就是再生水 所謂再生水就是生活污水 工業配水之後 它經過一些處理之後 回復給工業用水使用 目前我們第一是希望它給工業用水 因為畢竟它的不可控制性比較大 也就是說它的這些水池部分 如果跟我們直接的飲用或是接觸的話 我們還是覺得必須要再等待再看一下時間 未來我們原電目標大概是120萬 120年大概每天可以到120萬 那我們重新檢討我們希望把工業水 回收率來提高到80% 那另外所以說加上去之後呢 大概我們初步估計希望在120年能夠達到132萬左右 那這個部分呢就希望工業用水的部分能夠盡量用這個 這個回收水泡 因為它是做製程或是冷卻相關的這個部分 它不跟人體直接接觸的話 希望它能取代一部分的工業用水 把這個製程的使用 把這個製程回復到一般的民生相關的使用 那另外就是再生水跟海淡水的目前的推動部分 大概再生水部分目前比較具體的 包括台南的有種康安嶺 高雄的林海跟鳳山溪 鳳山溪現在目前東京市政府已經在做 大概6月份會發包 這個部分就會盡快而做 那另外台中大概福田公園 那海淡場部分目前台灣本島是還沒有實際上去做海淡 因為這個部分會跟能源政策會有關係 我們目前也在評估 事實上現在整個的這個技術是不成問題 主要是第一個就是它的成本是比較高 大概30、35塊 包括這個設置的成本跟這個營運成本35 那另外就是跟電有關係 大概目前比較先進的有能源回收 大概2.5到3度才能做一部電 所以說一部水 所以整個能源的安排也必須要重新檢討 所以說這個部分 這個海淡的部分 就稍微我們還是要做一些考量 結業的部分當然包括相關的教育的常態化 希望整個解水率是能夠來提高 另外就是公務機關要來做示範 相關的結業用水部分都要希望能夠來做示範 另外就是用水效率提高 當然包括合理的水價 我們目前正在推動希望耗水部的部分 也希望提高它的用水成本 希望它有這個節水的意願 還有它的經濟效益才會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神水器材的常態化 我們目前正在修自在水法 希望來強制使用神水器材 另外就是相關的節水的減壓 另外茶肉部分也希望來把它常態化 經過相關的努力把這個節水還是把它做到 另外自然學的減壓 我大家特別關心 包括相關的技術性的組織的見識 然後管線的泰化 水壓的管理 從資料的收集調查一直到管理 叫全方面的全方位去做 目前初步水公司已經編列預算 大概投入800億左右 希望把這個漏水率降到14%以下 但是目前依照行政院的減壓 我們希望它到降到12% 那添水數的部分 它未來可以降到10% 所以整個希望台灣地區漏水率 能夠降到12%以下 至少在這個能夠節省的部分 能夠來掌握在自己手裡面 以後去的工程 那另外就是農業節水的部分 包括我們一直在講 以色列很多的精密的灌帶 還有一些工業用水的水足機 還有一些智慧水表 我想未來都會來推動 那針對節水管理的部分 能夠來做精緻化的管理 希望來節約它的使用 讓它這個水運用能夠更廣泛 那另外就是當然天然補助量 也非常重要 希望未來整個流域的綜合的治理 能夠把這個概念帶進來 避下水這個部分能夠來回應 那依照目前整個行政院 我們在3月19號 召開相關的院長 召開了行政院會裡面 大概針對供給面 我在前面跟大家大概有報告過了 針對水庫的流序 這個農業用水的工作制度的檢討 相關的資源的整合維修循環 還有再生水的使用 這都是未來政策上面的一個主軸 那農業用水的部分 相關的暗座的推廓 還有節水增揚基礎和基礎性的部分 也希望來處理 那工業用水的部分 就跟剛剛報告 我們希望它不要再往上增長 至少在再生水的部分 能夠希望能夠增長的部分 把它吸收掉 那民生的部分就是相關的生水器材 還有節水的教育各方面都來做 那管理面的部分 希望把這個科技化的管理 另外就是最近 這個事實上在農業用水的部分 在南區如何看清楚 相關的長水工 這個制度在加拿是蠻襯的 那未來針對全國的其他的農業水類 是在制度上面 我們也來追蹤 那應該講說恢復 從前我會講 還有陶業師們 他們都是有這些相關 只是說 凋炎之後 自己大概也有這個制度 那另外就是民生的部分 當然就是減弱 水壓風水 按照氣球的使用 所以我們來做 那結理的部分 簡單來說 我想很多的策略 都是還需要跟大家做溝通 好 那目前我們 也陸續針對新的政策 也跟各界來做相關的溝通 包括水價格文化 包括後續的整個的 這個再生水的使用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公司 要一起來做 我想今天這個場 也是很好一個溝通的場所 尤其聯盟在相關環保領域裡面 都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位 我想 後續 我們持續來跟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黃牧總統的事 其實 今天下午的年曉節 水智炎薄一點 很多水智炎都非常關鍵 黃五種的資料其實非常詳細雜實 看這個應該類似多次 跟秦聖炎報告的整套的 這個資訊跟做法 那事實上我想 我們等等就大家 盡量大家意見 跟各樣的想法 譬如說我自己先 水價就是可以提高 其實目前這種水價 真的實在太低到 就三位數 現在都接到站桿 就是四位數的 等一下那這裡低 那我想我們先不跑 不在這時候做討論 因為議題裡面一直連續下去 那麼就請魯局長 繼續搶救台灣局制炎 現在黃護照各位來做 好 好 我講 好 我講 關鍵 關鍵 沒有關係 我先跟大家說 就是說 我的拋碰碰的 我變成一個資料夾 包括動畫 包括影片 都是夾在裡面 讓大家更清楚 那其實我裡面還有一些東西 看來今天有沒有時間夾 沒有時間夾 沒有時間夾 沒有關係 你都可以擋回去 這個 因為我覺得 我本來就應該要把更多的訊息 我們這幾年對水的這種 很認真的學習 讓大家來了解 我們對水 其實對尤其台灣的水 我們有很多的錯誤的 以前的一些思考 那也不是錯誤 我都覺得講 好像說我們的公務門的 我現在自己也是公務門 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很多的環境的議題當中 我們可能以前不是很瞭解 我們其實一直在學習的 對我們來說 這就是我們的短處 我們的水 一下子都80%流到大海 所以我們就覺得 我們應該要做這個 就是我們的以前 不管怎麼樣的學習的思考 事實上整個台灣 其實我們是在 是一個非常變動的地形 我想這個在地理上我們都知道 我們是從這個歐亞 整個這個歐亞板塊 跟菲律賓海板塊 互相的擠壓 我們才出來了 變成我們的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大概在400多萬以前 因為的擠壓 出現我們的台灣 然後我們受到大雨的 換的沖刷 所以我們有了現在的這個樣子 事實上這個只是一半 那在這400萬年來 我們其實不斷的每年都有抬生 每年都抬生 每年都抬生 每年都有這種 每年都有抬生 然後每年都有不斷的這種沖刷 如果以地質學家來說 我們大概台灣的這個就是玉山 基本上來講 應該它如果都沒有這種崩塌 它的高度大概是一萬兩千公尺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我們現在的這個 我們的平原 我們住的平原 原來其實它就是中央山脈衝刷出來 也因為這樣子 其實我們的最主要的問題是 因為我們有了太多的颱風 我們別 環太平洋當中啊 這種變動的地形多的是 但是我們多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這個地形變動的那麼厲害 排升的那麼厲害 產生那麼多的破碎 當然最怕的就是下雨 下雨它就會衝刷 就會髒崩壁裂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這五十年來 我們的颱風一條一條一條 一條把它劃出來 其實我們的颱風就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它那麼密集的這種颱風 從全世界的料地來看 我們也可以知道 我們Stata 這個颱風是非常多的 那很多人都認為說 哎呀我們的這個 這個我們的這個 河川啊 我們讀了很多的歷史說 我們黃河的蘇沙量是很厲害 對不對 其實我們自己看 我們三年前我到 我到中國大陸才知道 全世界大灣面積蘇沙量 最第一名的河川 叫做佐水溪 它跟第二名高平溪 佐水溪是黃河蘇沙量的 每平方公里的7.5倍 高平溪是黃河的5倍 所以 因為我們上游一直不斷的在坍塌 一直不斷的這種 這種土山崩土石流 所以啊 其實我們不是適合 我們的地形是非常 不適合蓋水庫 因為我們蓋水庫 我們有非常大的困難 我們用非常簡單的動畫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很多從民國48年開始 我們大部分的水庫 除了烏山頭之外 烏山頭還是離草水庫 我們用很多的水庫 其實幾乎大部分是美元的時代 開始來做 那我們就以美國的條件來看 這美國的地形都好幾億年了 我們大概四百萬年 我們蓋一個水庫 除水會出不贏人家 就是不夠精進 再加上我們很多的土石流 再加上我們地形非常的破水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一直講的石門水庫 石門水庫啊 其實剛才講 我們把石門水庫 不是中溫水庫 我們把真溫水庫 我們把真溫水庫加高 其實真溫水庫 並沒有真正的加高 它只是加固而已 事實上真溫水庫 這個裡面還有一個秘辛 或許我們水利的都還不知道 其實它的原來的量是8億噸 它做好的時候是8億噸 一直到最後一個程序 就像我們現在最後一個程序就是經濟會 要準備要去蓋 已經蓋好了 已經蓋好 這個經濟會 那個時候不叫經濟會 叫什麼汪 我們郭文人 一個地址郭文人跟你講說 對不起 真溫水庫底下有一個斷子 邀請 所以我們後來就不能除那麼多水 我們除226 所以真溫水庫你看到的標準要是7.21噸 好 從7.21噸來看 大概 在林民國64年 經過了不到30年的時間 它一共預計了1億2千萬噸 就是7.211噸 一進1億2千萬噸 剩下6億噸 然後呢 1999年 來了一個 九位地震 九位地震之後 大概幾年之內 我們又預計了1億噸 就只有這幾年 就預計了1億噸 你看 就兩億多了 大家不要覺得很可怕 最可怕的是這個 一次八八公災 就9千萬噸 就幾乎又1億了 所以現在 叫你扣一扣 扣一扣應該是多少 剩下5億了 對不對 不過答案今天還是1億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那個 庫容量是算230 因為底下變渣了嘛 所以你從那個基準量 算就不一樣 這個先不要管 反正簡單一點 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預計是多麼嚴重 我們那個 斯門的上面的這個 這個80霸 這個才10幾年了 不到20年 現在已經是這樣子 大概都沒了 你可以發現 它的對水壩的損壞 是非常非常大